好 下次再来啊 走啦 再坐 等我一下 我先回去了 威力 威力 再跟我一次机会 我们离婚吧 威力叫我们出去见 威力叫我们出去见 你不是说过吗 你已经和她 无话可说了吗 刚才都读你说了 但我还是愿意答应你 做你的女朋友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很多人 我 这是 我 你 你 你 我 我回来啦 回来了 我这次可是不负众望 带来非常有用的资料 辛苦了 怎么了 别总是愁眉苦脸的 杨阳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维玲 她回来了 真的吗 太好了 可是这应该很开心的 你怎么一点笑容都没有 她现在 和姚军墨在一起 我去找她问清楚 不用 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 我们自己面对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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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晚了 这戒指是你给我的 现在有必要还给你了 这是离婚协议书 签了字 我们就可以去民政局一办手续了 胡坚宇 你是知道我的 即使后悔 也没有用 在离婚之前 你可以陪我去最后一个地方吗 我看不用了 我们两个人之间 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如果你想我痛快签字的话 我劝你还是跟着我走吧 你是在要挟我吗 如果我说是的话 你会同意吗 如果有这样的方式 你才同意的话 那我是 我是在要挟你 我就离婚来要挟你 陪我最后一段时光 好 我答应你 但是你也要向我保证 最后一定要签字 现在我还是无忌 欠你的手 是我作为丈夫的资格 你还记得这里吗 在这里 我们一起庆祝你的生命 在这里 我向你求了婚 在旋转幕后 我们可以放弃猜忌 回到最单纯的自己 我们也彼此沉默过 一辈子陪着对方 就像其他的夫妻一样 向你一路慢慢变老 吴谦宇 你知不知道有一个词 叫做不是人非 不要用过去的回忆 来捆绑住 回忆始终都是欺软叛应 这枕队最在乎的 他绑住的人是我 不是你 既然你做了新的决定 而我怎么阻挡都没有办法改变的话 那你就在承诺我的地方 亲自收回你的诺言吧 别说了 签字吧 让我们再做最后一件事 我就签字 我们最后一次做上薛专梦吧 把我们的一切 画上最终的句点 请不吝点赞 让我们再做了 我们再做四个小时 去诺言 让我们再做四个小时 让我们再做四个小时 到最后再做四个小时 在水凡的时候 我再做四个小时 要再做四个小时 让我们再做四个小时 陈宇 我知道你在里面 快点开门 你在的话就说一句话 胡千宇 你再不开门的话 我找人来撬门了 胡千宇 你有没有听到 胡千宇 千宇 快开门 你有没有听到 开门 千宇 我找了好多天才找到你 你先过来吃早饭 接下来告诉你个好消息 千宇 怎么回事 千宇 是 这 你要说什么 今天早上 沐晨发来一些资料 姚俊墨的实验室确实有问题 被实验室作假欺骗的受害者 已经准备起诉了 这些资料 或许可以让幸福不动产 和姚俊墨解除合约 转为与恒盛合作 很好 那我们现在就千万幸福不动产 说服他们 好 这个先生 你不能进去 你们再开会 马总 吴总 没事了 保安 你去吧 吴贤宇 连保安都揽不住你 最近两天 你的死缠烂打的心扉 真是让我另眼相看 马总 我有话跟你说 胡总啊 我们之间的合作已经结束了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马总 这是我们公司去美国调查的资料 姚俊墨合作的实验室有作假的前科 而且 最近美国极起诈骗事件 和这间实验室有关 美国的受害人已经准备起诉了 难道马总 还准备继续被骗吗 胡总 你以为你随便打几言文字 就可以攻击我的材料 有什么可以证明这些资料的真假 胡谦语 话 不是随便说完就没事的 这些资料 是将来我要告你 诽谤罪的证据 现在没必要浪费时间 眼下最重要的是谈合作 胡总 现在有环球跟陈世两家公司的加盟 我是一定会跟姚总合作的 马总 我已经没有精力来浪费时间了 说明了 我已经不想得到 数字社区 他的计划已经决定了 带我到现场看看可以吗 这个 其实数字社区这个资料 是恒盛之前准备好的 这块地皮呢 也是恒盛之前挑中的 具体的情况 恒盛应该是清楚的 胡总 愿不愿意把地址公布出来 顺便把这块地皮也让给我们 李维玲 你和姚俊墨到底要疯到什么时候 你们抢了项目不说 现在来看好的地皮 都要夺走是不是 这会不会太过分了 我相信 胡总你不是一个小气的人吧 李维玲 你别再糊涂了 你现在马上给我想清楚 人生可没有回头路啊 你还在哪里 你还在哪里 嗓子 老子 你 我从来不会骗自己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欺骗我的人很多 如果我做错了事 我甘受惩罚 我愿意为了我的行为 付出代价 那你呢 如果你做错了事 谁会来制裁 既然没有别人 那我就亲自来吧 李美琳 击垮航程的方式不止一个 数字社区这个项目太过费身了 对于这个项目你干吗那么执着 好 夺取别人的梦想 是最打击人的 更何况这是你的项目 我怎么可能不上心呢 难道这个就是原因吗 不然你以为我还有什么目的吗 在我心里你有别的目的 什么目的 当然是迷惑我感动我 让我沉浸爱河无法自拔 你有这么容易就上钩吗 在爱情里 我确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聪明 不过现在我是你的男朋友 好 我们结婚吧 犹豫什么呢 结婚是让我相信你最大的证明 难道这个要求很过分吗 不是的 不是的 威力 我能给你幸福吗 在之前几年里 我确实奉流过 但是 这是我第一次 向我所爱的人求婚 你不相信吗 你不相信吗 我愿意 不愿意 我不愿意 你不相信我 一ают 老 mine occupied 你不愿意 那你bold然 爱人 在你落 Eight 不愿意 你不愿意 看到张性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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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为难我的人 你们这么多男人围住一个女生 会不会太没风度了 风度 风度值几个钱 胡总我实话告诉你 我们也不想三番五次地来公司找你 但是都几天过去了 你们恒盛集团一点东西都没有 就是 这是什么意思 我劝你把那点钱款赶紧给我们还清 我们也不来烦你了 这对你我来说都是个解脱嘛 对不对 当初说好就是一个礼拜 现在时间还没到 你们可以遵守约定吗 不要天天过来拿 开什么玩笑 一周的时间就剩下最后两天了 我还是那句话 两天后 如果不把欠款付给我们 后天十点钟 那就是恒盛集团的死期 记住了 走 慢点 慢点 走 千语 遥阳 谢谢你在这个时候 还作为恒书付出 不过这段期间 我想你还是不要来公司了 我想自己进一进 你们先出去吧 这是我们酒店的新会场 然后这是一个室外婚礼 这个呢是今年的新色调 提夫妮兰 像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些摆设 您看看 你觉得怎么样 我还挺喜欢的 都听你的 这个露天花园是新开放的 目前呢 刚刚接受婚礼预定 姚先生和林小姐 可以自由地选择时间 还有婚礼风格 那我们今天就把时间定一下吧 好 林小姐想定哪一天呢 后天上午十点 明小姐 时间会不会太紧张了 你就这么急着嫁给我 难道你不着急娶我啊 当然 恨不得马上娶你 姚姚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我这是带你解开你的心结 别 俊墨 哥 俊墨 我之前跟你说 你来找我做什么 难道你看完 镜子鉴定报告 没有 知道我是你的亲生儿子 准备来向我道歉 求我原谅你吗 但是好想 没有这个必要吧 你不是早就把我 赶出腰下了吗 我没有看亲子鉴定报告 没有 看我不看 我跟你没有瓜哥 对不起 儿子 是我自己笑不开 让你受了很多苦 这么多年来 是我这个做父亲的不好 愧对你太多 亲子鉴定报告 根本就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父子的真情 俊墨 把我醒悟得太晚了 你能原谅我吗 妈 妈 这么多年的伤害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 就可以解决一切 我妈妈一生的遗憾 你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挽回了吗 我明白 我都明白 可我今天 只是来向你道歉 我从没有奢望过你能原谅我 无论是对你 还是对你的母亲 我愧对你们的态度 可我现在 我是真心想挽回我们的感情 什么金钱地位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血浓于水的真情 儿子 我 已经是知天命之年了 姚家不能没有你 我希望你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恳求你 跟我一起回家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好好团聚 好啊 你 哥 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 跟我们回家吧 还有奶奶 她每天都在家里等你 你怎么忍心让她一个老人家 这么为你牵肠挂肚 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这是我跟威灵结婚的西体 后天的婚礼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作为家人出席 哥 我 好 好 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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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论你做了什么 所有人都会站在你的身后 所以今天 你们就把话说明白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卫林 我不相信你真的要嫁给姚军我 你如果有什么苦衷的话 都可以跟我说 我要用葬送自己幸福的方式 来达成目的 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 我做什么事 不需要征求你的同意吧 再说了 即使是前夫 也大方地送上祝福吧 做不了爱人 也不要做仇人 我不相信你 我不相信你不再爱我 从你回来的那一刻起 我就没有相信过你说的任何话 我不相信你真的要和我聊 我也不相信你真的害少了姚军我 我也不相信你真的害少了姚军我 我更不相信你要牵手怀然很深 如果你说的都是真话吧 那为什么从我到了这里之后 你的眼神一直在回逼我 说呀 你真虚 我们两个都被上一辈的恩怨推得身不由己 放过彼此吧 明天早上十点就是恶声破产的一刻 你难道准备用一个这么盛大的火力 来牵着我们和合胜一起倒下吗 维灵 星爷 你受了 我跟你张伯 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才解开了心中的心情 现在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了 我们的家 很快就会有像你小时候那样的幸福快乐 这不都是你一直想要的吗 我还拿着面的时候 我还给你 微灵 我还要小时候 你不需要 你也想要 都好 就不过 我让你山南诞 为你也要 无论在外面发生任何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化解的 欣妍 看到你够的幸福 我就放心了 我长大了 小时候的记忆 就让它停留在那儿了 我长大了 嗯 晒 嗯 哦 嗯 特上 学生 俊墨 俊墨 我就在你酒店楼下 马上就上去 走 牟宸 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刚刚回国 还好来得及拦住你 牟宸 你不要这个样子 你既然知道我出国 就应该知道我出国的目的 我告诉你 君墨的美国实验室 现在已经被警察查封了 你以为陈氏集团和幸福不动产 他们不会发现吗 等他们知道君墨 是为了打击恒胜 打击千语 欺骗了他们 利用了他们 他们会放过他吗 到时候君墨面临的就是坐牢 他已经走上一条死路了 我们所有人都救不了他 你为什么还要跟着他一起错下去 牟尘 有时候陪伴是最好的救赎 我是真心想嫁给君墨 你不是我的守护天使吗 你曾经许诺过我 无论我做什么 你都会陪伴在我身边 今天有很多人 我爱过他 我恨过他 都过来劝我不要结婚 但只有你 才是最了解我的 知道我只要做了决定 就不会改变 再说我 谢谢你 你能够照日子 你能够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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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 我可以照顾 你能够照顾 威玲 君莫 威玲 怎么了 你看你今天喝了这么多酒 明天怎么出席婚礼啊 你可是新郎 没有你 我可找不到别人替代 我不管明天 今天晚上 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还是别喝了 乖 卫玲 我现在很开心 非常开心 感觉就像在梦里一样 就让我们一同来享受这种感觉吧 一开始 我对你只是感到好奇 你明明已经被家里人抛弃了 却想尽办法想要回家 这个世界上 竟然有人跟我一样傻 然后就要成功 到后来 我知道我爸爸很喜欢你 我想利用你 得到我爸的好感 我想达到胡千玉 证明我自己 我再利用你达到我这些目的 从结盟到假情侣 我越靠近你 越控制不住对你的感情 这是我要给你的礼物 你要替我好好保护 放心 我会好好珍藏的 我要把你的眼神和每一个笑容 刻在我心里 不用这样 我们还有一辈子的时间 彼此陪伴 我没有那么贪心 不胜往一辈子那么长 哪怕只有一瞬间 你完全属于我 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不胜过 你也不胜心 我不胜了 你也不胜了 你能胜上吗 你才能胜上什么 我没胜上 你还很胜了 你头发花白 我喊你老伴 你喊我老头 我们会有很多的子女 男孩 女孩 但是我害怕 老了以后我逼你先走 我怕没人会照顾你 但是我又不忍心 看着你先离去 但是我又不忍心 我现在终于明白 什么叫一夜白头 原来比起死亡 我更怕的 是不能陪着你一起变老 那样的人生 究竟是什么样的滋味 只可惜 我恐怕没有机会去体会了 哪怕真的 只有一瞬间我可以拥有你 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大概就是我的命运吧 这大概就是我的命运吧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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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早就看清了这一切 对不对 你早就知道 我故意接近你 是为了提千语 找到你作假的证据 可你为什么 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亲手送给我 我就这么值得你牺牲一切吗 君墨 谢谢你的错案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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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资料里面所有居墨的名字都改成我的名字 这件事一定要对所有人的保密 直到一切尘埃落定 你必须答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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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该结束了 婉礼 你能陪我一夜 我也知足了 都几点了 还没有准备好啊 赶快去洗漱啦 虽然我们的婚礼是在露天花园举行 可是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要开始了 快点啊 我不是在做梦吧 让我们进去 你急啊 我们赶紧还钱 马上还钱 快点还钱 胡贤雨我已经看透你了 我告诉你 最后的时间已经到了 为什么牵款还没有打过来 我们现在就要钱 对 现在就要钱 还钱 这么大的公司 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吗 马上还钱 赶紧的赶紧的 都拖了多久了 好了 没办法 时间已经到了 胡贤雨是你逼我们的 我们现在就上法院起诉你 走 走 大家等一下 大家等一下 美国实验室在数字公寓项目上造假的消息 已经被查实 而且正式公布在报纸上了 怎么了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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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假的 是真的假的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看 你看看 是真的呀 恒胜有救了 怎么回事 为止怎么会有姚俊梦 美国实验室的作假资料 你还看到 美国实验室 在数字社区项目上造假消息已经证实 你看 根据我台已经得到的资料 此次造假事件的背后主谋为 前恒胜总裁姑女林薇林 具体消息 这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美国实验室的主谋 变成了林薇林 这明明都是姚俊梦的错 书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都是薇林的计划 乔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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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林 你 Vlad 你不是 从我打算抛售恒胜股票开始 就都是维林的精心计划 维林 知道恒生对你来说很重要 他也认为姚俊墨 走到今天这一步 全是他的责任 所以他打算牺牲他自己 来救大家 我答应过为例 本来想等这件事情 尘埃落定之后 再把针线告诉你 我本来不想打扰您的 但看在我们是妇女的份上 帮我帮我牵一把 赶紧去吧 赶紧去吧 也许还能再见维林一面 请 恒生如果在 你快去找维林吧 诸位 诸位 我愿意用环球集团做担保 恳请大家 再给恒盛一次喘息的机会 他们怎么都走了 这是怎么了 不知道 看来美国实验室 对于数字社区作假的资料 已经被曝光了 到 thanking你 我知道你把资料拿走了 但我没有想到这一切 竟会来得这么快 你从什么时候知道 我是带有目的地接近你 从你回来站在我面前 拉起了我的手 泪一刻起 那你为什么还走进我的圈套 对你来说 这是个人 这个圈套 但是对我来说 这是我唯一可以靠近你的机会 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只想问问你 昨天你把资料打走 为什么你还要回来呢 你不是一个坏人 你只是一个想象父亲证明自己的儿子 一个想象全世界证明自己的男人 就是因为遇到了我 才让你有了越来越多的杂念 让你慢慢遭上了错误的答案 对你 对你 我一直都是很愧疚的 既然一切都是由我开始的 那就让我结束它吧 对你 君墨 我说过 我是真心想要嫁给你 因为陪伴是最好的救赎 我希望你忘记所有的仇恨 我希望你忘记所有的仇恨 放下一切 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我曾经迷失过 我不希望你也请你 回头吧 回头吧 一切都还来得及 您好 我们想找一下林维玲女士 我已经看不清回头颅了 我已经看不清回头颅了 警察同志 请问你们 你们有什么事吗 你是林维玲吗 不不 我不是 是林维玲女士吗 你涉嫌一宗商业的 我会认为你 你怎么会想要看不清 是林维玲女士吗 你不想要看不清 那是林维玲女士吗 我会想要看不清 你不得不清 是林维玲女士吗 你不得不清 是林维玲女士吗 我会想要看不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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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